公元936年,石景堂向契丹承诺割让幽云16周,换来了契丹的帮助,他们联军打败了李崇科的大军,把张景达等人围困在晋安大寨,张景达连忙向李崇科求援,李崇科得知张景达大败,连忙派遣天雄军截斗士范炎光,卢龙军截斗士赵德军等人,率领本部人马,前往晋安,解救张景达,李崇科自己心中十分清楚,他们并不可能出权力,于是自己决定御驾亲征,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舞的演绎,我是袁立辉,李崇科的儿子,冤王李仲美,得知李崇科要御驾亲征,连忙上周道 陛下你眼疾未愈,不亦远行,儿臣虽年幼,愿替陛下出征 李崇科巴不得有人代替,但张燕朗等人劝谏道 河东联络弃弃丹,气焰正盛,陛下如不亲征,恐怕士族失望,耽误大事,还请陛下三思 李崇科无法,只好亲自从洛阳出发,半路上,李崇科和宰相卢文记说道 朕素来听闻你有才能,所以才重用你,现在祸缓来临,你能否为朕分忧 卢文记心中无测,无言以对,只有惶恐败谢 到了河阳,李崇科再次召集群臣,咨询评判方略 卢文记这才禁言道 国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忽来忽去怎么可能久留 静安大寨很是坚固,况且现在已经发了数路兵马,不难破敌 河阳是天下惊要,陛下不如留在这里,政府南北,再派他人去督战 如果到时候还不能解围,再前进不去 张燕朗也插话道 卢文记所言顺势,请陛下恩准 这个张燕朗前后不一致,大家猜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武军节度使赵燕兽,也在隋下军中 李崇科让赵燕兽掌管军务,张燕朗未免有些失事 这时候听说卢文记请求派遣他人督军,就想着把赵燕兽派出去 因此竭力赞同,李崇科哪知道这些 还以为此二人是心疼自己,不禁点头不已 问道,何人可以派往督战啊 张燕朗道 赵燕兽父亲赵德军带兵赴难,陛下何不派遣赵燕兽前往 其他朝臣也一同怂恿 李崇科才同意让赵燕兽率兵两万,前往陆州 赵燕兽走后,李崇科今年数日没有接到军报 心中又开始不安起来 于是自己带兵前进到淮州 并让文武百官出主意退敌 李布侍郎隆敏上述道 河东反叛,全靠契丹帮助 契丹国主亲力难来,内部必然空虚 我们应该立李赞华为契丹国主 派天雄军和卢龙军带兵护送他到契丹 让他们自乱 到时候耶律德光不得不回兵解决内乱 咱们再派精锐从后追击 不但能解静安之危 还可以平叛乱扣 李崇科听到此迹,很是赞同 但卢文记说道 契丹太后善于用兵 国内不可能没有防备 派天雄卢龙二镇军士前去契丹 只续送死 李崇科也觉得有理 左右为难,拿不下决定 只好借酒消愁,德国且过 群臣又劝李崇科继续北上 李崇科说道 你们不要再提示静堂了 我现在心胆无足 群臣见李崇科无法纳言 也就不再上表 赵德军这边 他上表说 自己想调附近兵马 前往解救晋岸 李崇科以为他忠心为国 传召家讲 没多久 赵严寿和赵德军在陆州会师 赵严寿就把自己所带的两万人 都交给了赵德军 范严光这边 他正率兵前往辽州 赵德军还想合并范严光的军队 但范严光不从 之后赵德军逗留着陆州 火炎不肯前行 李崇科一再催促 就当没听见一样 李崇科又派遣旅旗 前往催促 赵德军制裁带兵 走到团柏 囤兵迎谷口 就再次停下来观望 契丹国主耶利德光 进兵榆林 所有之众老弱 全部留下 准备轻装前行 赵严寿得的消息后 想出兵掩杀 但赵德军笑道 你还不知道我的来意吗 我现在上表 你成为成德军节度使 如果圣上答应 我父子姑且效忠朝廷 否则石敬堂可以起兵 我难道不行吗 赵严寿心中痛恨李崇科 听信张严朗之言 又同意了父亲的做法 赵德军立马上表 请求立赵严寿回成德军节度使 李崇科看了表文 可来使说 赵严寿现在是要攻打贼兵 哪有时间去郑州 等贼乱平定之后 就让他做成德军节度使 来使回报赵德军 赵德军又上咒 坚持立马要受封 李崇科大怒道 你们父子一定要郑州 究竟一日合围 他如果能击退敌口 就是待朕的位置 朕也该心 但如果你们想要要卸我 咱们恐怕要玉石俱焚 难道就算得到一个郑州 就能永远富贵吗 贺退来使 不肯答应 赵德军得到来使回报 就派遣幕僚 带着重金 去见乙柳德光 乙柳德光问这是何意 幕僚说道 皇帝陛下远道而来 并非是想得到中国的土地 而是来替石敬堂解围的 石敬堂的兵马 没有幽州的多 现在幽州统帅赵德军 愿意到陛下面前请命 如果皇帝肯立赵德军为帝 赵德军仅靠自己的兵力 足以平定洛阳 将来和贵国又为兄弟 永不背蒙 而且还可以让石敬堂 永振河东 这样一来 陛下您不需要消耗一兵一卒 只需要等待赵德军事成 坐享其成 这一番言语 把耶鲁德军鼓动了起来 他暗自思量 自己现在深入唐国 范延光还屯兵在辽州 万一自己后路被截断 就陷入了父辈受敌的局面 不如同意赵德军说请 一来卖人情给赵德军 二来也保全了石敬堂 自己还可以带着金银 安然回国 也算不许此行了 于是就留下赵德军幕僚 从长记忆 石敬堂探知这个消息 大惊失色 连忙让桑维汉 败叶一律得光 桑维汉监导一律得光 立马跪下说道 皇帝 您亲自带着一师钱来救威 只一战就使唐军瓦解 他们现在困守孤城 转眼就能消灭 赵氏父子 不忠不信 部下都是临时召集的 他们恐惧陛下天威 才前来设法 让陛下退兵 陛下怎么能亲信他言 贪图迎头小利 错过大功 如果我们得了天下 将亲中国财力贡献给你 岂能是这种小利 所能比的 一律得光 等了半天才达到 就是捉老鼠 也会一不小心 被老鼠咬伤 何况是唐国这样的大敌呢 桑维汉道 现在咱们已经扼住其咽喉 怎么还能咬人 一律得光道 我并非背蒙 不过行军打仗 本应知难而退 况且石敬堂 还可以永振河东 我也算是保全他了 桑维汉急道 陛下 您顾全信义救人疾难 刺害人民都看在眼里 怎么能突然变卦 让大义之局不能善终 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值得 叶利得光还是不肯答应 桑维汉就一直跪在帐前 从早到晚 哭泣不已 把叶利得光说得无话可说 叶利得光无奈 只好相冲 便照出昭德军幕僚 指着张外的大石头说道 我是为石敬堂前来 此决心只有石烂才能改变 你回去报给赵将军 他如果懂事就退兵自首 将来不失方便 否则尽管来战 赵德军幕僚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回去 一柳得光让桑维汉回去报信 石敬堂大喜自己亲自来清南军营 前来拜谢 一柳得光道 我千里增援总要成功后才能回去 我观察你的气貌可为中原之主 我今天便立你为天子 可好吗 石敬堂文言心中大喜 但不好一下子答应 就假意的推迟道 我受民宗厚恩 怎么敢忘记 只是现在因为陆王篡国 是强林人 所以才劳烦陛下您前来救危殊难 但如果自立为帝 不但对不起民宗 也无法面对陛下您 故而此事万万不敢从命啊 一柳得光又说 世贵从全 立你为地 才能让中原有主 不要推辞了 石敬堂这才含糊地答应了下来 回到大营 众将已经知道了消息 纷纷上述劝劲 石敬堂在晋阳城南 设立祭坛 先接受契丹国主撤封的禁王 之后 一柳得光又撤给石敬堂策命 以父亲名义 让他登基为帝 建议国号为禁 石敬堂选好吉日 于当年农历十一月 接受策命 即位称帝 国号为禁 史称后禁 给原天福 大赦天下 受赵迎三维汉为汉林学士 行苏密使之责 刘志远为四位马军都指挥使 景延广为部军都指挥使 其他各将也各有风耍 策立晋国长公主为皇后 石敬堂即位后 又来拜卸耶鲁德光 耶鲁德光也很是高兴 和石敬堂痛饮后 准备一鼓作气拿下禁言大战 此时的禁言大战 已经被围困了数月之久 援兵迟迟迟不到 但主将张敬达坚持不详 那契丹和靖国联军 能否拿下禁言大战呢 赵德军没有得到契丹的狠手 会就此放弃吗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都看到这了 原创之心不容易 请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 你动手指就是对我极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